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谈一谈那个 农历八月份 农历八月份十二生肖当中 那个马、羊、还有猴 它的运势如何 这一只马是这样子 我们以前都常常讲到这一只马 这一只马在今年 在今年叫做返银 一般属马的大概在2020年不会太好 因为它走的是七煞 整个年走七煞 七煞是这样子 说好不好,说不好也不错 就看看你怎么去想它 在事业上,在事业上 你可能蛮有一个机会 可以辉煌腾达 可是在某方面来讲 你要注意 在某方面来讲 可能你有点官非 是非 口舌 纠纷 破财 意外 跟血光 这个要稍微注意 那属马在农历的七月份走 正财不错哦 农历的八月份你走的是偏财 听好 这个叫正 这个叫偏 正偏怎么看 辛苦的 稳定的叫正财 那个外面的横财 有没有 人无横财不负 马无野草不肥 野草不肥 一样在跟你讲这个道理 所以你八月份 很有机会 可以得到一点意外之财 那也在跟你讲一下什么东西 再跟你讲男生 男生在农历八月份 数码的不错 桃花不错 你可以得到 Extra 看了人会带的Extra 意外的缘分 当然这个不是跟你讲正言 不是讲正言 那女生的话 一样容易有小王 小王跟男人 但是不管怎样 无论是雷霆 雨露 都是天恩 各位不要太排斥 还是那句话老师常讲的 不要再在乎天长地久 有时候钱这种东西 一定要要用就有 有一个意不用 跟没有一个意可以用 理论上都一样 但是在心情上感觉是不一样 好 数码的 数码的你的贵人方在东方 贵人在东方都一样 绿色 吉祥颜色是绿色 数码的男生你的桃花味在哪里 在西北方 在西北方 吉祥颜色是白色银色 女生的桃花味在北方 吉祥颜色是蓝色 那数码的8月份农历 有没有什么运 有 来 这个东西看一下 这个是第53卦 叫做 风 山 箭 那你们在农历 8月份的时候 数码 这个风 山箭代表怎么样 它在跟你讲 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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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们看 风 山 箭 山上的树木 慢慢的越长越高 再跟你讲什么 再跟你讲 你要知变 知道社会已经不一样 慢慢在改变了 然后你要应变 准备要应入这个变化 应变以后 然后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能力应变怎么办 赶快去适应这个变化 你看看 从你们这种生肖 可以用八字来推 也可以用易经来推 我们中国的命理就是这么的 竭境经维 你看8月份的运势 数码的要注意 你要知变 然后应变 然后再试变 这个很重要 来现在讲讲那个 鼠羊的 鼠羊的是这样子 你在2020年是走偏财 你在今年这个年走偏财 也就是说你今年很容易得到一种 叫做 比较容易不劳而获 当然 不劳而获 你不要小看那个千乐透 我跟你讲 千乐透也很辛苦 为什么辛苦 因为还要去排队买乐透 还要电脑险号 电脑险号 像有的人 懒到连乐透都不愿意去买 我跟你讲 财神要给你赚钱 要给你积业 你都没办法赚 那鼠羊的 鼠羊的在农历企业走商官 那农历的八月你走十神 听好 你在农历七月份走的就是那种开枪辟土 工程掠地 那农历八月在跟你讲 一样 十神可以土秀 你走的是十神 什么叫十神 就是运筹帷幄 让别人去结战千里 运筹帷幄 让别人去结战千里 这我常讲的 所以鼠羊的在农历八月很不错 男生你可以土秀 女生桃花不错 听好 女生的 女生鼠羊的 在农历八月份 你的桃花不错 欲拒还迎 也就是说男生喜欢你 可是你会抗拒 这个时候为什么你会抗拒 因为这些男生的含金量不够 我还是那句话 先求量变 再求直变 有的女生在处理你男女之间的感情上 喜欢一次到位 男生的操作就不一样 男生在操作上喜欢 慢慢的来 依回前进 先求有 再求好 女生不会 女生构造不一样 直接就是要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没有对错 这只是在跟你讲 你在战略上的部署 一定要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为什么你有桃花 可是你又不要 因为旁边这些桃花 质量不够好 你是凝缺勿烂 讲好听的 有原则 不错 讲难听的 取高贺寡 有时候人家 有时候人在这个世界上 不得已 还是要随风 随风飘移一下 飘摇一下 好 属羊的你的桂花在哪里 在南方 南方 那个吉祥颜色是红色 红色 那个男生你的桃花味 讲一讲 男生的桃花味在北方 那你的蓝色 那个蓝色是你的吉祥颜色 你生的桃花味在东南方 吉祥颜色是绿色 那除了这样的以外 有没有什么在提供属羊的朋友 听好 属羊的 你们这个月的 运势 来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水风景 这个景很重要 第48卦 这个景哪里重要啊 听好 水风景 为什么古代人很讨厌 离乡背景 因为这个景扯到水 水就是老师常讲的风水嘛 左右有没有抱 后面有没有靠 前面有没有罩 罩中有没有泡 又讲到风水 为什么离开这个水会不好 代表你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了 那这个水 为什么大家 景这个挂在意境上 不是那么的好 为什么 因为像你们回到家 是不是很热 是不是电一开 冷气就来了 这个电一开 电灯就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们会认为理所当然 然后你们进了洗手间 是不是水龙头打开 水就过来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啊 你们都认为 这本来就应该的 如果哪一天停电或停水 你就知道电跟水有多重要 井的功能就是这样子 平常大家在那里咬水吃 在那里洗衣服 在那里弄水去喂马 喂牛 喂羊 喂狗 喂鸡什么都喂 不会尊重 什么时候他会尊重 等到这个井没有水了 毁坏的时候 他就会尊重这口井 他还在跟你讲鼠羊的 你在农历八叶 虽然可以食神土秀 农历七叶可以商关土秀 但是你要知道啊 有没有 狡兔死走狗喷啊 懂不懂 人家什么时候才会知道你有这种功能 等到你不见了 才发现你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你不要放弃 你的功能就像这个水井 平常默默的提供这个养分 提供这个方便给大家用 什么时候人家怀念你 等到你不见的时候 所以严格来讲 也是有一点悲剧 希腊悲剧的味道 不过还好啦 食神还是可以堵秀 女生喔 听好女生桃花不错 注意一下把握一下 好 讲讲这是泼猴 这是猴子 猴子在20年走的是商关 一年都商关 商关是什么 赶食花间类 恨别鸟青青 那个叫商关 好 你在农历七叶走的 比肩 什么都不厌输 不想输 不无输 农历八月属猴的人 你在走劫财 这个劫财有两个状况 一 财被人劫 第二个劫他人之财 无论劫财你要劫别人还是被人之财 都有一个好现象 老师不是常讲那个笑话吗 劫色劫色 你也要有三分之色 对不对 劫财劫财 被劫财之前 手上需要有财 现在说这个财你要怎么运用 那老师还是讲 这个还是要 in general 理论上来讲 不是说属猴的 你在农历八月就怎样怎样 不会这么武断 因为猴子还是这样子嘛 我一定要强调 12345 金木水沃土 大家对命理这个东西 不要太迷信 尽信书不如无书 尽信命不如无命 好像医生讲的话听听就好 不要太相信医生的话 听到没有不要太相信 但是医生是提供给你一个 比较客观的 比较公正的 比较科学的建议嘛 叫你少抽烟 少喝酒 多运动 多休息嘛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你要注意 男生 男生所的 在农历八月份 你要注意 一般男生走到劫财都这样 爱面子 所以很容易 大概二八丁力 八成的人 大概八成的人 钱会被劫 这个劫财很可惜 希望你把这个钱给你父母亲劫 男生啊 给父母亲劫 还是给你的太太 给你的女朋友劫 还是给你的小孩子劫 千万不要被朋友所劫 就比较可惜 那女生的话要小心 老师的口头禅再讲一遍 女生在人生的里程上 顶多顶多顶多 顶多 私生 不能私财 不能私 不私财 你顶多就是私生 你不要私生加私财 私生可以不要私财 因为财不容易 财不容易 你都把自己奉献出去了 已经功德圆满 不要再讲钱 那女生千万不要帮男人做宝 听好 也不要帮男人借贷 切记 懂不懂 爱是爱 钱是钱 一马归一马 不要纠缠在一起 因为一般女生心肠 比较善良 所以老师常讲 义啊 懂不懂 此不长兵 义不长财 钱就是钱 懂不懂 军队什么叫军人的生活 军人是叫你去死 不是叫你去活 懂不懂 你当一个将军要有那个气度 要有那种智慧 叫人家去死 不是叫人家活 不一样的教育方式 所以听好 属猴的女生 在农历八月份 极有可能会碰到 私生私财的问题 万一两者不可得奸 听好 顶多私生 不要再私财 如果再私财 叫做人财 两私 那属猴的贵人方在东北方 东北方 颜色是黄色 男生的桃花味在东方 颜色是绿色 女生 女生的桃花 桃花方在南方 颜色是红色 有的要讲 老师啊 我桃花弄那么久 为什么没有用 拿这个敲一下 敲三下 一定会有用 那属猴的 属猴的注意下 你们在农历八月的六十四卦运 来 在这里来 这是什么卦 这个叫做火地禁 这个好 这个叫做升迁之象 也就是说属猴的男生女生 无论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事业 在你的感情 在你的财位上 它都是属一种 静 火 在地的上面 往上飞扬 这是一个前进 一个promotion 一个promotion 一个progress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卦 属猴的 男生女生 你在农历八月 要勇猛精进 虽然现在才农历七月了 一定要勇猛精进 你在农历八月 必定有斩获 尤其女生 在感情一定有斩获 听好 这个斩获是这样子 见仁见智 有人持观归故里 有人漏夜感磕藏 爽与不爽间 切身千万难 那是你的千万难 不是老师的千万难 老师只是提供一个客观的论述 客观的建议 那绝不决定 决定全在你手上 那我们今天那个马 羊跟猴就讲到这里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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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